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他意想不到的是 不少长辈其实都办了KTV的会员卡 并且就是一进门的 就熟练地和服务员打招呼 还张罗了他从大城市 刚刚返向的年轻人 告诉他在哪点歌 用哪个饮水机可以接免费的饮用水 这个Johnny就大受震撼 原来KTV已经是成了 中老年人的天下了 没错 更多的年轻消费人群 它都是流向了像密室逃多 剧本沙 像桌游 酒吧等的娱乐场所 KTV这个场所 现在真的是你在内地 你可能一去全部都是中老年人 是啊 KTV被年轻人抛弃 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 不过呢 KTV在年轻人的人群中 受冷落的这个情况 与之相反的 就是21年的上半年 全国60到70岁年龄段的用户数 同比增长29% 订单量增长24% 70到80年龄段的老年人 量饭是KTV的用户 和订单量的这个数字都同比增长 甚至到达百分之百了 这个数字我还是真没有想到 这个中老年人 其实已经从年轻人的手里面 接管了KTV 而成为这个西洋产业的KTV 其实也正在这个营发艺术市场 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转型机会 1988年内地的第一家卡拉OK厅 在广州的东方宾馆开业了 量饭是KTV 已经在中国发展了30多年了 95年的时候被誉为KTV鼻祖的 钱贵登陆上海 随后呢 K哥之王 麦乐迪 郝乐迪等等 这些品牌是层出不穷 合力是将量饭是KTV 推上了主流娱乐方式的宝座 但是呢 花五百日红 量饭是KTV已经经过了 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 开始显露出疲态 数据显示 内地KTV行业增速 在2015年达到了近10年的峰值 此后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包括钱贵在内的知名KTV企业 也迎来了关店潮 截至2021年的3月 曾经行业巅峰时期的 12万家KTV的相关企业 只剩下了6.4万家 数量也是接近腰斩 那么在这个商业模式上 中国传统KTV的盈利方式 其实非常单一 它的营收组成啊 主要是包括提供 K哥服务的包房费啊 还有这个酒水食品等等 这些增值服务 而这样一个单一的商业模式 其实很难在营收上 实现快速增长 而当越来越多的 爱好唱歌的年轻人 被移动式迷你开歌房啊 还有这个手机开歌APP所分流了 以及有更多的年轻人 是选择了像密室逃脱呀 剧本煞呀 等等这些更加新鲜的 娱乐社交活动之后啊 这个KTV的经营模式的弊端 也就更加的显露无遗了 跟被年轻人抛弃的情况 几乎同时发生的 就是KTV已经被中老年人 成功地接盘了 人民网在2017年曾经报道啊 到KTV消费的老年人 是越来越多 已经成为了KTV白天档的 消费主力军了 许多五六十岁的老年人 手头宽裕 而且有大把时间 消费心态也变得 更加积极和年轻化了 可能很多做儿女的啊 非常开心啊 是啊 而身处行业寒冬的KTV呢 他们也都怎么着呢 他得主动调整一下 自己的经营方式啊 得配合中老年人的口味 对不对 以打折促销等活动 来提供个性化和服务内容 迎合老年消费人群的 需求和喜好 我们就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 位于北京重温门的 这个米乐星欢乐KTV 它是针对五十岁以上的客户啊 是提供了这个西洋红卡 就是294块钱 可以唱三次 一次可以唱六个小时 去甘门店的 这个白班主管就介绍说 有不少的老年人 都办理了这个西洋红卡 因为这个 它比这个普通的会员卡 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优惠 另外呢 在长沙温莎KTV 解放东物店 也是特别针对了 中老年的群体 推出了这个西洋红的团购卡 两百块钱不到的价格 可以在下午当 享受三次的欢唱 所以有不少的中老年人 是为此来办理了团购卡 同时呢 温莎KTV通过营造 富丽堂皇的场景 来吸引更多的 中老年消费者参与 而长沙本地的 这个像象牙红等等 这样KTV啊 为了开辟老年人市场呢 也推出了很多 优惠团购消费卡 那么此外 不少KTV为了满足 中老年人消费者的 这个喜好 在曲库里面 加入了特别多的 经典老哥 对于曾经是 主要营收来源的 酒水和食品等消费呢 很多KTV也都进行了 一个相应的调整 不是所有的 这个中老年顾客 都不愿意消费啊 确实是有一些 中老年顾客是 唱得高兴了 就会来点一些 啤酒啊 红酒啊 而KTV所提供的 各种午餐 其实也成为了 中老年顾客 在较长时间 K歌当中的 一个主要消费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 中老年顾客的 一个主要消费时段 是集中在了 工作日的白天档 这个恰好与年轻人群 形成一个 无缝的链接 因此呢 这个营发族市场 对于KTV来说 更像是一道新的增长曲线 那么在年轻消费群体里面 逐渐远去的 那么当前环境下 填补的一部分的 营收空白了 在消费医院上 中老年群体呢 已经是从年轻人的手中 接过了 KTV消费的接力棒了 但是呢 从实际消费情况来看 KTV行业还没有完全打开 中老年顾客的荷包 根据某一个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18年内地银发经济相关产业 规模是3.7万亿元 预计未来的中老年产业 以及服务市场 将会得到快速的增长 21年的总体市场规模 达到5.7万亿元 同时报告还显示 在社交娱乐养生理疗 照料看护等等方面 这个中老年人的消费意愿 是不断上升的 另外还有两个 更加具有参考价值的数据 就是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 2020年内地50岁以上人口数量 已经达到总人口的32% 而根据人社部的统计数据 2020年全国城乡居民养老金 平均是为2088元 上海 北京 天津三个直辖市 以及浙江 江苏 广东等 10个省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没有房贷 车贷 还有对子女赡养的 这些负担的中老年来说 KTV里花个几十块钱 待一下午 这个消费的支出 显然就不值一提 从消费需求的角度分析 中老年人群进入 KTV消费的主要诉求 就是社交唱歌 对比其他的社交方式 KTV的优势 就是在于它特别好 冬暖夏凉这个环境 还有就是私密温馨的气氛 很多的中老年人都是结伴去K歌 联络联络感情 所以KTV一方面可以通过提升环境体验 来提高客单价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运营活动 开发更多的中老年客户 而对于唱歌非专业人士 其实并不在乎唱得好不好听 专业或者爱好人士 最有可能会投入更多 那么因此KTV们也可以结合 这个专业或者是爱好人士 对于唱歌练歌的实际需求 以及中老年人群的社交需求 提供一些更加专业的设备和服务 来提高中老年人群的消费时长 和消费评次 将整体的收入提升到更大的空间当中 某机构发布的一个 中国银发经济消费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说其实在18年的时候 银发经济社交娱乐市场的规模 就是4800亿人民币了 较2017年同比增长21.8% 那么预计到 其实当时到了2010年 2021年我们再回过头看的时候 它的规模已经是在8820亿元左右了 这个数字真的是不小 那么面对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体量的话 从健康 旅游再到文娱赛道 都在研究如何来开发中老年市场 而不论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 开始喜欢上了KTV 还是曾经喜欢KTV的人就变老了 那么随着这个中老年消费者 越挤意识的觉醒 KTV在逐渐失去年轻人 成为西洋产业的同时 其实也拥有了一个新的转型方向和机会 没错 作为年轻人来说 看到自己的长辈和父母 如果能有一个这样好的娱乐方式 有益身心健康 也肯定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去消费了 没错 好了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也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